我想要請問,所有的西南東跟台灣女生交往過嗎? 都交過台灣的女朋友嗎? 法比歐有嗎? 交過台灣的女朋友 有,我想要請問 你們有被台灣的女朋友說 我的家人不喜歡你 因為你是外國人,然後就分開的嗎? 對啊,我也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住在台中 然後她其實是,後面是為了我搬來台北 就是她選那個台北的學校 可是當初是她媽媽也很反對這件事情 那反對這件事情的原因是 我前面就不知道 可是後面女朋友就是說 沒有啊,因為我媽媽就是不喜歡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你不尊重她嗎? 你還搬來台北,我不想要害你跟你的家人出問題啊 那她就是死,就一定要上來這樣子 然後後面我們一起住 那後面我不知道怎麼會發生 可是她媽媽有我收集的電話號碼 然後開始穿APP 然後很多人很誇張的話 例如說 我以為你媽媽愛上你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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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想法好不好 媽咪,我愛你 你更恐怖了 沒有啦 她就是會說 因為那個女生早就成年嘛 那我不知道她媽媽在發什麼風 可是會傳那種訊息 例如說 如果... 如果你繼續這樣子不放我女兒的話 我要報警啊 然後... 這些訊息就一次傳一次傳啊 然後就是威脅了那種東西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個情況 那我跟我那個女朋友那時候講啊 她說 沒關係,我媽媽就在那邊發瘋 你不要理她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也會影響到我 我會想說 那下一個事情要發生是什麼樣 這個狀況是還好 因為那時候你們還在談戀愛中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朋友在台中 她已經跟那個... 也是台中 也是在台中啊 又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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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外國的男生 她已經跟她台灣的老婆結婚了三年 但是她... 那個台灣女生 她的家庭完全不理這個外國人 他們已經... 到現在耶 一直到現在 都不理她 對啊,每次吃飯 他們都不會跟她講話 什麼什麼都不行 然後一直跟她的女兒說 你趕快跟她... 還是因為言語沒辦法溝通 是沒有辦法溝通嗎 好... 她會講中文雖然沒有到很好 但是她會講一點點 但是... 另一個 你好啊 今天... How are you 什麼都沒有 他們就是不喜歡她 然後一直跟她的女兒說 他們... 女兒說 你趕快離婚 還說離婚喔 就是你要趕快離婚 你就是不喜歡她 那當時候有辦婚禮嗎 還是只是公正人 有...有婚禮 有婚禮啊 然後還這樣子 但是就是小小的 但是父母一樣不開心 因為那個女生就是堅持說 媽媽,我就是愛這個人 我就是一定要跟她在一起啊 那你自己有遇到嗎 我有 在美國我也有遇到這個問題啊 在美國 我在...我在美國,對啊 就是... 其實是我媽的問題吧 因為那時候我是跟一個... 白人在一起 哦... 對對對 那我自己覺得是還好 但是那時候我媽... 我比較年輕對不對 然後我就... 在我辦公室裡面 我就是放了一個 我們兩個的合照 在我桌上 然後媽進來說 這是什麼啊 她說啊... 這個你還有問嗎 她就拿著那個照片 把它撕破了 蛤... 然後就丟了...丟我的臉 為什麼喔 是啊 那我就覺得... 太戲劇化了 那那那... 沒有,我媽真的是這種人 因為就是... 那為什麼不喜歡白人 對 她不是不喜歡白人 但是她覺得就是... 我是黑人 我應該是跟黑人的女生在一起 會比較好 因為... 因為... 那時候就是... 我媽那個年代的就是... 黑人在美國一直被欺負了 你知道嗎 所以她心裡有一些... 一些... 對 但是我現在我都不管她 她都說... 她說什麼 我就說 關你什麼事 這個... 這個輩子是我的 那也不能這樣子吧 我一定要跟我媽這樣子講 她才會... 對 所以現在我就是很硬著跟她說 如果要跟台灣女生在一起 關你什麼事 這是我的輩子 這是我的愛 你又不是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那你媽媽會欺負你的女朋友嗎 她... 現在不會 她可能就是... 一開始就是有一點... 距離 對,有一點距離 但是... 認識了越久就是變成越好 哦 你不要看... 講師弟這樣 講師弟也有這樣的經驗耶 有 那時候是一個大陸女生 跟她交往 大概半年之後 我們就開始了解對方的一些父母 但是她父母不是先了解我 他是先問我爸媽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我爸媽已經禮婚了 然後他們工作也...也沒有很好 然後... 我們家裡沒有什麼收入啊 所以她就是用這個來看我 用我爸爸媽媽這個狀況來看我 說你這個男朋友不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是什麼呢 這個最爛的 沒有理由直接消失 好 超爛的 這個超爛的 我覺得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跟男生們說 是 女生不管再怎麼樣 不能接受分手的理由 但總是要有個理由 要有個交代 你完全沒有理由 直接消失的最過分 你不知道你會傷害那個女生 傷害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 除非她出事了 我有一個... 不然的話 你需要有一個交代 真的 我要講一個是我姐姐的故事 她以前跟一個天蠍座男... 我沒有講天蠍座是好還壞 就是一個天蠍座男生 那她覺得說 有一次我跟她討論天蠍座 她就氣得牙癢癢 我說為什麼呢 她說我之前有個男朋友 就是天蠍座的 我說她怎麼樣了呢 她說她跟她約會了一陣子 然後都會去... 因為我姐家在北投山上 還滿山裡面 就是開車要繞滿久的 那男生送她回去都會有一點辛苦 因為不是在市區 放你在門口下就好 還要開有一點距離的山路 來回大家一個半小時 或是台北市區 好像在放肉票喔 對...有點像那樣子 太遠了 所以那男生呢 從來就沒有抱怨過 在跟她交往那段時間 就是一直就是很體貼的 虛寒溫暖 早上都會去接她 然後晚上送她回家 可是殊不知呢 有一陣子 突然... 冷淡的一下下 那個男的我也見過 跟他們一起去吃飯 那男生也對我很好 跟我聊天啊 妹妹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有一陣子突然 她整個人消失 我姐有一天打電話找她 找不到 她說不對 那我晚一點打可能再忙 後來關機 一整個禮拜找不到人 然後後面也完全沒有交代說 那她就想說 找不到人是怎麼回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完全不知道 你去她... 你也不知道她住哪 那時候還沒有交往很深 所以你不知道她住哪 反正就是電話啦 簡訊啊 然後E-mail什麼 都完全消失 她好像這個人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一樣 然後我姐就很心碎 她就覺得說 欸如果是我錯了 你也該告訴我說 你到底不滿意我拿來例如說 喔我很任性啊 還是你不喜歡我的工作 還是你不喜歡我什麼部分 你隨便講一個 就是以下的2 3 4 5理由 我覺得她至少 她都可以稍微有一個 有一個底說 喔原來你是因為種種種種的原因 不喜歡我 沒辦法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整個消失我覺得很過分 我一個女生朋友那個誇張 她在夜店認識一個人 然後也是在聖誕的Party 就12月的時候 男生很開心 當天就這樣親嘴 然後就在一起了 然後在一起以後呢 大概一... 很開心的這樣 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以後呢 忽然在2月的時候 這個男生就整個不見 然後不見你說 他有什麼臉書 臉書也沒有 然後什麼其他的 什麼微博帳號也沒有 重點是連手機打過去的時候 他就說 不好意思您撥的電話 現在已經變空號了 空號 就真的不見了喔 然後他想說 哇這個男的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後來想說 有時候女生總是會放下了嘛 大概一兩禮拜就說 啊算了沒關係 那就再過他自己的生活就好 反正就是 當作是夢一場就好 結果沒想到那個 在7月的時候 那個男的忽然又出生在他家 門口樓下 是農曆齊 是鬼 是鬼是不是 只有那個女生 看得到那個男生嗎 在門口的時候 他腳沒有影響 他就不要再把鬼燈獎 拿在這裡叫 他腳有落地嗎 真的 他就出現在家門口 他嚇到說 你怎麼來了 他說寶貝我好想你 然後就這樣抱他 咻就又不見了 沒有 他就覺得很怪啊 然後就摸不到他穿過去了 就是 抱不到 寶貝 我很想你 我走了 人鬼殊途 對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 就說我可不可以再進一步認識你 然後他就覺得很怪 因為女生也覺得很怪 想要find out why 為什麼會不見 就是真的就跟他去約會 想說了解一下為什麼為什麼 但是從中他也表現得很OK 就這樣 就會說 不錯好像真的好像 發現施西山在切蠟燭 然後不誇張 本來覺得說 可能又可以在一起了 九月又不見了 九月又真的不見了 因為關門了嘛 可能他們會再關關了 太久了吧 九月真的又不見了 見鬼啦 可是 那個是認新月嗎 認新月嗎 他兩個月啊 所以他延遲啦 他往回去了 他整個人誇張 他就瘋了說 Paul怎麼會有男生這樣 太誇張了 這個聽起來都怪怪 他還是有家宿 被玩了 後來才好笑 後來到12月的時候 我們想說大家一起又去玩 結果又出現了 又出現了 不是 居然在某個夜店裡面 又看到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真是沒來足蹤哪 所以我們看到他 我就看到他 那個男又出現了 而且在舞池裡面跳舞 然後他們覺得很誇張 我們全部就過去對職啊 說欸 現在是怎樣 欸 彥均夜店有可能會有一些 你知道 不乾淨的東西 不是 是個正常的故事 他就把他抓過來 一看 然後我說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忽然就這樣 消失個五六個月 消失個五六個月都不見 對 然後後來一看他旁邊 然後跟他講說 這是我同學 才知道 他根本就是美國的ABC 但是他跟你交往的時候 知道說 你跟你來 這只是暑假來玩玩 Summer 他怕你知道說暑假來玩玩 你不會跟他長久認真交往 所以就隱瞞說 其實他自己是在台灣做生意 根本沒有講說他是 要在美國念書 所以你看 暑假的時候 寒假的時候來 然後暑假七八月就出現 又想要又再來一次 然後最後的時候 十二月又出現 但是他完全沒有跟他這個女生講說 這個又沒有什麼不能講的 沒有 他覺得說跟這個女生如果講 說我一個月就要回去 女生沒有安全感 對 第一個你不會安全感 第二個你不會跟我進展那麼快 所以把台灣當做生意 所以他等於是完全在騙那個女生說 他就在這邊 你可以放心的跟我交往 糟糕 你沒有這種招數啊杜立 我覺得這一套 還滿厲害的 哈哈哈哈哈